第1113集 正是画柜和画心这两夫子 画柜手里提着一把鬼头大刀 面色不善地看着许哲 而坐在轮椅上的画心 则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果然是你们父子搞的鬼 虚哲淡淡地笑了笑道 我就是说 猎徒虽然不争气 但如果他身后没有人怂恿的话 他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举动来 徐医生见笑了 老朽也是迫不得已 所以才会出此下策 徐先生不要介意 我这样也是为了自保罢了 你是想治好你自己的双腿吧 虚哲微微地摇摇头道 说真的 你的双腿寒气入脉 静落颠覆 想治好 恐怕只有传说中的医生才能治好 医生的医术是不错 可惜我们也是医生 如果我们找他去治病 这样的话会辱没了我们画家的名声 毕竟我们画家的医术可是号称 传承自画陀呀 画心笑了笑 狗屁 神医画陀身名大义 以德夫人 哪是你们父子这种小人能比得了的 虚哲冷笑了一声 现在离开一阵汤 我不追究你们的责任 我们既然进来了 那就没有再退出去的可能 画心摇了摇头道 我想我们的来意 徐医生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我不想强人所难 只希望徐医生 看在我们是同行的份上 帮帮我这个快入土的老头子 帮 怎么帮 徐哲笑了 你真的以为 逆林是无所不能的 该天命 逆天机 如果传闻是真的 逆林治好我的双腿 也不是不可能 画心微微一笑 换句话说 即使是治不好 对我也绝对没有坏处 你临飞 有原则 不能继承 续哲微微地摇摇头 他叹了一口气的 唉 我说了多少次 可是为什么没有人相信呢 我不相信 那种传闻中的神物 足够让一个人有想不尽的好处 你所谓的非有原者不能继承 完全就是一句屁话吧 画心摇摇头 我还是那句话 交出我要的东西 我放你一阵堂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命 罗蒙他们怎么了 徐哲盯着直秋道 哼 没什么 我只是把他们暂时地控制起来罢了 直秋淡淡地说 师父 如果你配合一点 我保证 他们不会有问题 如果你不配合 哼 直秋说到这里 他不再继续下去了 他只是向地下早已经失去生机的梁峰一指道 他 就是榜样 好 好啊 我真的是交出来一个好徒弟啊 徐哲怒急而笑 他缓缓地拿出了手中的鸡毛胆子 向前一指 狂笑道 好久没有战斗过了 今天 通通快快地战一场吧 徐哲啊 你的纯阳真气 是强行提升起来的 你觉得你还能支撑多久 华欣冷笑道 他一翻手中的鬼头大刀宁笑道 哼 我的刀会把你斩成两截的 能成一分 就是一分 哈哈 徐哲淡淡一笑 不管怎么说 我都不会让你们眼俩 作害我们一阵堂里的任何人 好 那就试试吧 华贵冷笑 他突然大喝一声 手中的鬼头大刀猛地向徐哲劈了过来 他的刀势很猛 这一刀下来 足能将一块巨石给劈成两半 但是徐哲并没有向后退一步 他紧紧地盯着华贵 手中的金毛胆子突然向前一步 吃啦 华贵的衣服碎裂而开 他闷哼了一声 仰后便倒 他的肋下多了一块紫痕 这块紫痕正是徐哲的杰作 华贵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许哲的实力竟然会有这么强 他竟然会被许哲秒杀 他再次喝了一声向前击冲 手中的鬼头大刀一个横扫千军 向许哲横斩而来 许哲再次迎敌 不过他的体力比起之前 可就明显的有些不知了 因为现在的许哲身上中了毒 他的修为几乎是全失的 刚才的实力纯粹是靠着真气逆行支撑下来的 现在时间久了 他有些体力不知 紧紧地盯着当场 画心看着儿子和许哲斗来斗去 他突然找准一个时机向前 右手一伸 只见一个鬼爪骤然向前冲冲 猛地锁住了许哲的肩膀 许哲的实力全靠着一口真气 现在画心一找袭来 他顿时感觉右肩一阵剧痛 他一声痛呼 真气凳谢 画心抓准了这个机会 然后一脚踹在了许哲的身上 许哲瘦弱的身形倒在了地上 再也爬不起来了 我以为他真的这么厉害 原来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罢了 画贵收了手中的鬼头大刀 他冷笑道 纸秋 接下来要交给你了 一诊堂你最清楚 你觉得这老东西最有可能把逆鳞藏到哪里 我不确定他平时对我表现出一副很信任的样子 但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不会对我说的 知秋摇摇头道 他走上前半蹲下身子 有些惋惜地说 师父 你的实力是不错 可惜的是你不懂得变通 如果你懂得变通 或许你就不会落到这种地步 我现在这个样子 就不劳你操心了吧 虚折淡淡的一笑 他闭上了眼睛 你知道我们是要什么的 知秋叹了口气 你手里的东西交出来 我们放一阵堂所有的人一条生路 知秋 你放弃吧 那东西我是不会交给你的 许哲微微地摇摇头 他闭上眼睛 不再理会知秋 你不要逼我 知秋的脸上 渐渐地变得难看起来 我再说一次 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许哲干脆闭上双眼 不再理会知秋 知秋大怒 他冷哼了一声 哼 你不要以为离开了你 我就找不到那东西了 从小我在一阵堂长大 哪怕是把一阵堂绝地三尺 也要把那东西给找出来 师父 不好了 师父 那个女人跑了 有一个滑心堂的弟子 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他扑通一声 跪倒在化心的跟前 瑟瑟发抖了起来 废物 不是用药了吗 他怎么可能会逃跑呢 化心大怒 他最恨自己的弟子不争气 连一个女人都看不住 是 是用了药 但是那女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给解开了 我们的师兄弟 还伤了好几个 那名弟子有些害怕地说 化贵 阻止人去追 千万不能让那女人跑了 她可是我们计划中最重要的环节 化心喝道 好的父亲 我马上找人去追 化贵一点头 然后快速地离开了一阵堂 师父 师妹看来是得到了你的几分真传呢 这种情况都能逃得出去 不简单呢 知秋冷笑道 你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呢 徐哲睁开眼睛微微一笑 知秋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以后 你好自为之 谢谢奉劝 不过 你眼下还是多关心下你自己吧 知秋冷笑了一声 他转身离开 一眨眼 天色已经晚了 林语彤紧紧地抓着叶好轩的手 他从遇到叶好轩开始 就一直抓着他 跟他讲以前的事情 关于他和自己的点点滴滴 关于在清远的事情 林语彤来美国比较早 所以叶好轩到京城以后的事情 他不太清楚 但是他真的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叶好轩 这一说 就一直说到天色 有些发暗 哦耶 真的很恭喜 你找到了自己的 家人 亨利高兴地说 那么 以后你还要跟我们住在一起吗 不用了 非常感谢 你们对他的照顾 现在轮到我照顾他了 真的谢谢 林语彤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有些心酸呢 他清楚叶好轩的能力 他向来是一个不把任何事情放在心上的男人 不管多大的事情 林语彤都相信 叶好轩一定能安然度过 但是这一次 叶好轩竟然被敌人弄得失忆 而且还身受重伤 躺在床上几个月才能起来 连命都差点丢掉 每每想到这里 林语彤就有种 想流泪的冲动 他太在乎这个男人了 近两年的思念 现在终于见到了他 所以无论如何 他也不要这个男人 再离开自己了 恭喜你 叶 安琪笑了笑 叔叔 你不跟我们回家了吗 莉莉看着叶好轩满事不舍 她还指望着叶好轩教她功夫呢 不了 我想 我得弄清楚以前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 叶好轩笑了笑 其实 她也挺舍不得这个小姑娘的 但是现在她必须跟林语彤回去 必须弄清楚一些事情 她也必须弄清楚 到底是谁害得自己重伤 伤得连自己是什么人都记不起来了 天色渐晚 林语彤和叶好轩一起走在大街上 她执意的不肯打车 因为她想和叶好轩一起走走 这种久违的感觉 让她十分的熟悉 那天在酒吧 救我的人是你吧 林语彤问道 是我 叶好轩笑了笑 当时我并不认识你 只是觉得你很熟悉 看到你有危险 我感觉到心里很痛 所以我就出手救了你 我就知道 我不会记错 林语彤悠悠的说 我说是你救了我 我朋友非要认定 当时是我意识不清楚 把别人当成了你 但我知道 我的感觉不会错的 尤其 对方是你 对不起 我这些天连我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救了你之后 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所以我才不让那些人 把我的事情告诉你 不过还好 我终于找到你了 从现在开始 我要紧紧地抓着你 让你永远也不离开我 林语彤笑了 她笑得很开心 也很真诚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汽车停在了两人跟前 车上走下了一个男人 却是李豪 她的神色有些紧张地说 叶少 一诊堂好像是出事了 一诊堂出事了 叶浩轩眉头一皱 胡说 师父是天井高手 一诊堂能出什么事情 要说一诊堂出事 叶浩轩是一点也不相信 她亲眼见到过许哲的实力 她是一名天井的鼓舞高手 以前叶浩轩的实力 没有达到强盛的时候 她觉得天井就是这个世界的巅峰 尽管现在她通过机缘巧合之下 悟出了金丹大道 对于武道 又有了新一层的认识 但是天井高手 毕竟还是高手啊 有许哲一人在 就算是美国再大的势力找上门 他们也不拒 现在怎么可能会出事呢 是真的 李豪却认真地说 许小姐现在身受重伤 一个手下 从一个隐秘的地方找到她的 她应该再逃跑 具体什么情况还不清楚 但是我已经派人到一诊堂去看了 一诊堂人去楼空 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似乎是在找什么东西 叶浩轩的心底 一股不祥的预感生疼了起来 按照李豪这样说 一诊堂的确是出事的 而且出的事情不是小事 她知道 许哲的手里有一些不一般的东西 而她的这些东西 也没少为她招来麻烦 一诊堂是哪里 林宇童没有生活在唐人街 她对那些事情不太了解 宇童 听着 叶浩轩握着她的手认真地说 我受伤之后 是一诊堂的师父 还有若梦发现我的 是他们母女救了我的命 之前我也曾拜许这碑师 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我现在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救命恩人 一诊堂对我来说就是家 我知道 我要去见见他们 当面对他们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救了你 林宇童认真地说 这件事情可能涉及到江湖的一些恩怨 你还是不要掺和进来了 你先回去 等我办完事情以后 我再去找你 不 林宇童也要要头 我等于已经失去了你一次 我不要再失去第二次 没有那么夸张 我保证 明天晚上之前 一定会去找你 叶浩泉苦笑了一声 我不相信你 上一次你已经放过一次鸽子了 我怕你一走 我会发现 你仍然是一场梦 醒来了之后 你就会又消失不见 林宇童很固执 还有 我还要感谢一诊堂的人救了你 许小姐现在伤得很重 确实需要照顾 我们这边是一群大老爷们 这要有些不太合适啊 李豪很会说话 他看出来叶浩泉和这女人关系不一般 上去拍点马屁 准没错 指不定这是未来的老板娘呢 林宇童有些意外地看了李豪一眼 他对叶浩泉这个小弟十分的满意 他点头道 是 我还可以帮你照顾那女孩 叶浩泉 我保证 不会给你添乱当 那好吧 叶浩泉想了想 他无奈地答应了 他转身道 若梦在哪里 呃 现在在我们酒吧里 因为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不敢贸然地送他去医院 李豪打道 你做得很对 带路吧 叶浩泉一点头 李豪这样做并没有错 现在他们还没有弄清楚 一枕堂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能把一枕堂毁了 把许哲带走 看来对方一定很强 指不定许若梦逃跑之后 他们的人就在医院中守着呢 叶先生啊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车上 李豪犹豫了一下 不过 M现在又找我了 他给我施压 放心吧 一个星期之内 有些事情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叶浩泉淡淡地说 好好 谢谢 李豪大喜 虽然他知道M先生背后站的是青龙集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对叶浩泉有种无条件的幸福感 仿佛叶浩泉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在酒吧一间比较偏僻的地方 叶浩泉看到了许若梦 他现在昏迷不醒 而且脸色有些苍白 叶浩泉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是中毒了 若梦 叶浩泉叹了一口气 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他才刚刚离开了一阵堂 紧接着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他伸手搭在许若梦的手腕上 细细地为他把脉 片刻以后叶浩泉收回了手 一边的林语童有些担心地问道 怎么样 他没事吧 目前没事 但是醒过来以后 可能会有几天行动不便 叶浩泉皱了皱眉头的 而且我觉得 他中的毒不是一般人能下来的毒 这种毒很怪异 能让人体的神经休眠 这种情况倒是有些熟悉 这种毒很怪异